這個課程其實大家已經上過了 材料後內新的書可以分成五大種類 第一個就是金屬跟合金 第二個是高物質材料 第三是陶石跟玻璃 還有附合材料 新的書它多了一項半導體材料 其實各位已經上過機械材料 機械材料其實主要是上金屬跟合金 我們大概花一幾顆 先跟大家再複習一下 這個材料的一個 金屬材料的一個特性 因為我們幾個實驗都會跟這個材料有關係 好 那再來就是鋼鐵材料的製造 鋼鐵材料製造的話 其實各位以前上過的工程材料 或是機械材料 其實主要就是介紹鋼 鋼鐵材料的話 台灣有一個很完整的煉鋼廠 就是中鋼 它是我們所謂的一貫作業煉鋼廠 那原料的話 大概就是煉鋼原料必須有這四種 就是鐵礦還要交換實溫室熱風景 煉出來的鐵我們稱為生鐵 煉出來的鐵成為生鐵 那生鐵的純度不高 所以一般是賣到鋸造工廠裡面去做完刷 鋸造用的 那如果把這個生鐵再給它精煉 就是我們一般用的所謂鋼 鋼 那煉好的這個鋼 那經過不一樣的設備 塑性加工 就是做成各種不一樣的鋼的製品 比如說是H型鋼 或者鋼的鋼器 或者是鋼板 鋼板 鋼筋等等這些 都是後續這一段的收音加工 那這個是中當的一個圖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鐵礦 鐵礦要把它弄得很細 他從高爐去進面 那原料大概就長得這樣子 打開 原料大概長得這樣子 第一個鐵礦 這個是鐵礦 下面這兩個是燃料 因為你要把鐵礦加熱變成硬體 所以你要燃料 一般是鎂或是焦炭 還有一個石灰石 這個石灰石的話 因為要去分解 把這個鐵礦裡面找到石 給它分解出來 所以要加石灰石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電體的原料就是這四大種 加進去的是熱空氣 大概是1000度C以上的熱空氣 才不會把爐子的溫度給它 影響下來 那這個是重高的高爐 大概就長的這樣子 高度大概20幾公斤 直徑大概是10公斤 整個鏈鐵的一個流程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個是剛才講的高爐 原料 這個是原料 石料經過全處理 把原料弄得很細 從爐頂這個地方加進來 這個高爐的話 一般大概就是七八年 一開爐到七八年 才去做整修 所以它是 像中方的話 是24小時的一個運作 那下面 因為鐵水的重量比較大 所以鐵水就沉到下面 這裡有一個儲鐵口 上面有一個儲扎口 那鐵出來的鐵 經過魚列是運送的 去右邊這個是煉鋼爐的設備 煉鋼爐設備 一般來講 大型煉鋼場的話 是用這個轉爐來煉鋼 利用轉爐來煉鋼 因為轉爐煉鋼 它的速度很快 大概40分鐘就可以 煉鋼爐的鋼 那煉完鋼以後 就是後面剛才講的 就是利用塑性加工 做成你要的這種形狀 所以剛才也介紹了 從原料煉出來的鐵是生鐵 它是可以去鋸造 如果不是鋸造的話 就是煉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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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中鋼的一個示意圖 跟前面那一張是一樣 這個是原料 這個是高爐 那這個是煉鋼 是轉爐煉鋼 煉完右鋼就是這裡 就是各種不一樣的形狀 去承信它 那這個是 這張是 應該是澳洲他們的一個鐵畫 這個就是這個山 挖下去這個石頭 含鐵的成分很高 這個是金黃色的 一般來講的話 百分之三十人鐵 或是二十幾 這個石頭還有二十幾個百分比的 這樣就有開山的價值 就可以去煉鋼 那這個是煤礦 這個是煤礦 這個是煤礦 所以台灣 中鋼 全部都是進口的 包括煤啦 鐵礦 進口 那這個是中鋼也有一個碼頭 運送原料 這個是大型的機器 再釣 再釣 這些原料 這個是經過處理完了以後 這個原料 要把它打碎 就是再利用高爐 高爐 剛才講的高爐就做捏鋼 這個是剛才講的轉爐 不是轉爐 就是骨烘爐 這個骨烘爐 這個骨烘爐 直徑剛才也談到 大概是十公尺左右 它像這個二號高爐的話 它有三四個骨烘爐 這個很像火星菜 其實熱風氣的話 是從這個骨烘爐裡面打進去 把那個鐵礦 還有煤 等等把它架在裡面 所以它加進去的是一個熱風氣 是一個熱風氣 熱風氣 好